时续进入春天 台湾天气变化快 冷暖交替频繁 不过全球去年却历经史上最暖的一年 台湾整体气温也偏暖 尤其去年12月到今年2月的冬季期间 虽有六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或寒流影响台湾 但气象数的11个平地侧站 却创下1951年以来第六暖的冬天 这个冬季的平均温度是19.4度 它是比气候平均值的18.7度要来的高的 高0.7度 那这也是我们从1951年以来第六暖的冬天 陈宜朗也指出 过去一季的降雨特征 就是封面及东北季风带来的银封面降雨 加上偶尔有华南云雨区冬移 及南方云系北上 导致降雨阔及中南部 不过11个平地侧站 整个冬天的雨量只有气候值的六成 不仅累积雨量创下1951年以来第五少 平均降雨日数更是第三少的冬天 整个冬季的累积雨量 平均起来大约是160.3毫米 这是比我们的气候平均值260.6毫米是少的 而且累积雨量是从1951年以来第五少的冬季 那不止在累积雨量的部分偏少 降雨日数的部分也是偏少的 我们统计今年冬季的平均降雨日数是24天 它是小于气候平均值的32.6天 也是从1951年以来降雨日数第三少的冬季 陈一郎也分析过去一季受到中南半岛到南海这一带的反气旋 还流影响造成北方冷空气南下受阻 对流也不容易发展 因此才会出现冷热交替平凡 但偏暖少雨的现象 至于未来一季受到声音现象逐渐减弱的影响 预估台湾三到五月的气温将是正常到偏暖 雨量则是正常到偏少 但五月进入梅雨季的雨量预测仍有待观察 此外为了配合行政院向海致敬的政策 气象署也将从四月开始升级海面预报 其中远近海预报将从现行三天延长为五天 乡镇严台预报则从现行四十八小时 延长到七十二小时 让民众轻开近海更先知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祥 吴立军在台北采访报道